这个中年女孩的喉咙里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爬出来 几人见状 当场就被吓出了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 下一秒 无数只小蜘蛛 瞬间就从女孩的嘴里喷涌而出 小帅赶紧拿着不要钱的灭火器 就冲向了楼顶 来到了天台后 他赶紧给父亲打了求救电话 父亲一听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的 就要去营救自己的儿子 但让他不知道的是 一大波蜘蛛 已经从地面的裂缝中 爬出袭击了这座城市 他哪里管这么多 赶紧开着自己九万九的小破车去救儿子 但刚走没多久 一个巨大的岩坑就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急忙下车查看 就在这时 他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 他往下一看 只见九块九买的鞋子 已经被炽热的温度烤化 下一秒 九块九状的蚊胎也被烫炸了 无奈大帅只能徒步前行 没过多久 他就拦下了一个不要钱的大巴车 免费当起了司机 可他开着开着 几个巨型蜘蛛就挡住了他的去路 好在大帅一脚油门 已经烧坏了汽车 车里的人被吓得赶紧冲下车 下一秒 汽车瞬间燃气熊熊烈火 发生了大爆炸 随后大撞栏上一个小汽车 坐着小汽车来到了一家博物馆 可没想到 刚来到这里 几人又被吓得亚妈呆住了